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久违的一个系列就是闲聊话题 那么闲聊的主题呢一般都是朋友私信给我啊 我里面看一下有什么话题,我比较有灵感 那么就会稍微聊一聊,都是我自己非常肤浅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看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听的 那么今天我想闲聊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谈一下关于如何放下 那么是之前有个小伙伴私信给我 就是意思就是说,当然他说的放下更多的是感情上面的放下吧 就是说大概是他和他的应该是男朋友吧或女朋友分手了 分手完之后呢,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放得下 但是看对方已经好像放下了,好像有新的恋情了 所以呢他就想问我该怎么样能够放下之后 然后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展望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接着往下看哦 那么我想谈的放下呢 不单单是感情生活啦 其实人放不下东西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很糟糕的经历啊 一些非常难以释怀的事情啊 都会导致你放不下 那如果一直长期的放不下沉溺于过去的话 其实会造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困扰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想要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吧 然后跟大家分享两个如何放下的方法 这样子我我说的我一般做视频的话都是直接讲方法的 那么其实这方法也非常简单 但是要做的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第一步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告别你的过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告别过去的方式方法有很多 那很多人常常比如说我就以这个感情经历为例啊 因为你如果是像很多其他的一些挫折什么的 个人有个人的就是不同的糟糕的经历 那个很难举例子来说明 那么失恋这个东西是最好举例子说明的嘛 那么像你跟你过去作为一个告别的话 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和你的过去的前男友或前女友 把话说清楚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以非常简单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 那么你发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你一定得非常的了解 你不是为了和对方去争一个错淫 你也不是说为了要去挽留对方 你只是和你你的前男友或者前女友做一个告别 对你们的这段恋情做一个告别 所以你才会发一些比如说发个短信啊 或者打电话啊或者或者怎么样 把你们这段感情的来龙去脉 或者你心里面一直想要说而不敢说的一些东西 你把它交代清楚了 那么这样交代清楚了之后呢 会给自己一个信号 就是说这段恋情已经结束了 这个故事已经翻篇了 这是一种方法 或者有一些人非常常见 就是把对方拉黑 把之前谈恋爱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处理掉 扔掉 其实这个也是潜意识的 你有意识的 不潜意识 你有意识的让给自己一个信号 就是说啊 过去已经结束了 其实说对于一个恋情而言 这个结束的这个信号 就是给的这个信号还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只要对方不踩自己吧 有可能时间久而久之 你也知道OK 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了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一些不好的遭遇啊 一些比较不好的回忆啊 不好的经历啊 然后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你要和他做一个告别 相对而言就是比较比较的困难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好的建议 就是你可以找一下心理咨询师 然后你把你这个诉求跟他说 然后让你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 然后让你可以跟你这个过去做一个告别 那么第二步就是要展开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这一步第二步去和第一步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 为什么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不愿意 就是给你的过去画上一个句号 还是沉迷于过去 不愿意结束 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不相信他的未来会比过去更好 他不相信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他不愿意结束过去 死死的抓住 就打个比方 就是说你在做噩梦 噩梦做噩梦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其实醒过来会更好 但是你害怕你不愿意醒过来 是因为你怕醒过来了之后 是更加的孤独 更加的悲伤 更加的难过 所以对你而言 你情愿在噩梦里挣扎 你都不愿意醒来 因为你不相信醒过来的清醒的时候 或醒过来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这个原因就是会导致你一直不愿意去放下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如果你想要放下你的过去的话 你想放下你 其实放下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这个就是很多时候你不愿意放下 就是你放不下是因为你不愿意放下 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外力因素干扰到你 你不愿意放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念是 你不相信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而这个全新的开始一定比你现在更好 你不愿意去相信这个 但是我告诉你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全新的开始一定比过去的你好 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不是说我安慰你怎么样 是百分之一百的 你要坚信这一点 你每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未来 只是你害怕 你不相信你自己有那么好的运气 你不相信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所以你才会沉迷于过去的 那么说到沉迷于过去 还有一种就是说 有一些人他是不会反思的 有一些人呢 他特别喜欢反思 他特别想要找到原因 他就不断的 为什么他会沉迷过去呢 是因为他不断的在思考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会导致那么悲惨的结果 一定是有原因的 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 所以才导致着那个不好的 就是不好的过去 那个结果 所以他就觉得说 如果我不找不到原因 我又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一定会重蹈覆辙的 我会再经历一次这样的痛苦 所以呢他就觉得说 现在我不要开始新的生活 我要再过去 我得思考 我得把自己百分之百 沉浸在过去 在那里找原因 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哪里不对 一定是有原因的 这个也是导致很多人 沉迷过去放不下的 一个因素吧 我觉得 当然我说的可以不全 也许有其他的方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的确是 有一部分人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告诉你就是 刚才反思是可以的 找原因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习惯 都是思维定势就这样 做错题目 找原因 为什么这类题目会错 那么就会找到原因之后 改正 以后碰到相似的问题 就不会有错误 但是一个人的人生 他不是做题目 他没有像我们读书的那样 就是做数学题也好 做英文题也好 有对错的 他很复杂 他包含了天使地人和 很多的方面的 他不是单单的一个方面的 所以你要在一个 他是一个多角度的思考的 他是你知道吗 是这种样子导致你 最后一个不好的结局的 你用一个对和错 然后去思考一个 就是多角度的一个问题 是你没有办法想全的 是要反思 是要思考 但你思考个几天 也就够了 你不能长期的一直沉溺 说我非得找出一个 100%的一个解决方法 然后这个解决方法 是万能的 能够避免我以后 遭受到同样的痛苦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所以说未来还是 你一定一方面 你要坚信未来是好的 你要坚信就是 未来虽然是有风险的 但是你知道吗 你是有这个能力 去抵御这些风险的 你不要把自己 想成落势里 就是温室里的花朵 就感觉就是说 外面好可怕 未来好可怕 如果我现在 我如果再碰到一下 这样的事情 再碰到相同的事情 我该怎么办 我一定承受不了的 不要去这么想 对不对 未来怎么样 大家都不知道 是不是会碰到相似的问题 你也不清楚 就算你未来 碰到了相似的问题 你又受了一次伤 但是你要坚信 你已经有过一次 受伤经历了 所以下次的受伤经历 一定不会这么痛苦 这个是 我想要说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说 比如说 我就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 你是因为 这任 你是因为脾气不好 他跟你分手的 除了一种方法 你就思考说 我是因为脾气不好 所以 比如说 男朋友把我给甩了 那我是不是 下次我得收敛一下 我自己的脾气 但是你可以反向思考 就是 我下次不要找 这个类型的男的了 说明这个类型的男的 不适合我 或这个类型的女朋友 不太适合我 我得找一个适合我的 换一个思维方式 我下次就找别的类型 我不找这个类型 总可以吧 这也是一种方式方法 当然这个只是 我举的一个 非常粗 粗显的一个例子 但是希望能够 对大家 还是有一些启发 所以呢 最后总结一下 我觉得放不下的 很大的因素 就是不愿结束 不愿开始 那么这个是导致 你放不下的 很大的一个原因吧 所以如果你可以 愿意结束 愿意开始 那么自然而来 你就能够放下了 那今天的话题呢 说到这边 就全部都结束了 那么希望这个视频 能够对大家 有一些帮助 那我也不是专业的 心理医生 其实老实说 我很少看 这类型的心理鸡汤 我只是用我自己 无怎么多的人生阅历吧 然后谈一下 自己切身的一个想法 那么如果你有什么 想说的话 可以在下面评论 可以谈谈你的一个看法 然后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要订阅 那其他的话 就没有什么多说的了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